我们再看第三 无畏诗 其一 以善巧方便 开示心理不安烦恼之人 使其能心无恐惧不畏 而得自在 以培养我们大悲的精神 无畏诗呢有几种 这是第一种 有人呢很烦恼 有的人呢甚至啊 说他不想活了要自杀 有的人只是虚张声势 有的人说的不太多 他有可能要实行 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开导他 不要让他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因为一旦你自杀 要成功了的话 也不好 因为你自杀呢 这件事情并不能够消灭你的烦恼 你烦恼的种子 依然在你的八十心田当中 来生 你还要烦恼 不但如此 由于你自杀的习惯 来生你动不动就想自杀 还是烦恼重重 一点用也没有 而且你还要背一个杀生罪 因为你把自己杀了 你杀生而且是杀人 所以千万不能自杀 要碰到别人有这种倾向 我们就要来劝阻 来安慰 使他放下这个愚蠢的想法 面对困难 勇敢地去克服 而且要知道 一切事情都无常 烦恼也无常 慢慢地就会过去 没有必要害怕困难 而且自杀 不能解决任何困难 那么对于那些 有不是这么严重烦恼的人 碰到了一件烦心的事情 好比说公司倒闭了 孩子没有考上大学 家里边人得了重病 又没有多少钱医治等等 也要尽量地帮助 有钱嘛 支援一点 没钱呢 劝说他 安慰他 使他把心放得宽一点 有人有病了 我们就去探望他 带一点点礼物 哪怕送他一宿鲜花 也可以 使他知道 还有人在关心他 他能够得到安慰 对他恢复健康呢 就非常有好处 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一个有心人 立刻去帮助别人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另外碰到动物 被别人禁闭 关起来了 被别人买了以后要去宰杀 我们尽自己的能力 能够救的话就去救 实在不能救了 我们就给这个将要被宰杀的动物 说三规 受五戒 然后呢 我们为他念佛 把念佛的功德回向他 使他能够往生 极方极乐世界 有的人说 我念几句佛 他就往生了 有怀疑 需要知道我们念佛 我们给他回向 不单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还有佛菩萨的大慈悲加持力 有佛菩萨过去发的大怨皆引力 那么很有可能这样的动物 他就会得到往生 就算不往生 经里边讲 佛之名号一经于耳 就种下了无上的善根 他以后就会三规 就会学佛 以后很有可能 因为听佛号的功德 由于我们给他回向的功德 他能够获得人生 以后就能够听闻佛法 就能够学佛 做一位好的修行人 所以这样的好事呢 如果我们碰到了 我们也要努力地去做 其二 不杀害 使用任何有情众生 而能使其得安心 以培养我们的 我们救苦的精神 普门品说 菩萨已方便为我们在 部位极难中 能施无畏 并且 我们学习菩萨 无畏师 能得现身健康和永恒快乐 无畏部师 必定得健康长寿 如果我们能够救 其他众生的性命 是我们获得长寿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如果要想自己健康 赶快去放生 但是放生里边的讲究很多 你放的这个生 必须使它能够获得自由 如果是海里的鱼 不能放到河里 放进去它就会死掉 河里的鱼 不能放到海里 另外 这条河里的鱼 一般的来说 还要放回这条河 因为不同河的水质 也有区别 有些鱼 即使都是淡水鱼 从这条河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条河 可能不能活 另外动物 有自己的生存范围 视力范围 你把它离开 它过去 那个地方太远 它可能不适应那个环境 讲究很多 有些家养的 鸽子 小鸟 你把它放生以后 它没有能力在野外找食 它很快会死掉 或者被其他动物吃掉 因此呢 大家要在放生之前呢 多多的考虑 研究 放生的具体的技术 技巧 研究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去放 我们要在紧急危难当中 我们希望有人救我们 所有的众生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也希望有人能够救他们 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 就应该努力地去做 以上三种布施 加戒杀放生 利益六道众生 所得果报 说不能尽 关于 布施的利益 我们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